9歲小粉絲模仿美國體操女王的後空翻 拜爾斯不負眾望 繼體操全能金牌後 再奪下跳馬金牌 拜爾斯第一跳 使用以她名字命名的拜爾斯二世 難度6.4 以絕技720度後空翻 兩圈轉體落地 拿到15.700分 接著第二跳 也是高難度的乘飛跳 拿到14.900分 兩次都是全場最高分 拜爾斯在本屆奧運第三面 生涯第七面金牌入袋 Is this my last? Definitely the Yurchenko double pike I mean I kind of nailed that one So you know never say never The home games is The home the next Olympics is at home So you just never know But I am getting really old 即便下屆洛杉磯奧運 拜爾斯將來到31歲 她仍不輕言放棄退役 拜爾斯的絕招之一 成飛跳 在跳馬決賽中超過半數選手挑戰 這是以中國史上第一位 女子跳馬世界冠軍 成飛為名的動作 一連串的體操術語顯示難度不小 成飛跳的定義是 劍子後手翻轉體180度 接直體前空翻540度 穩穩落地 在2005年只有成飛能駕運 因此以他的名字申請正式命名 成飛跳的最大難點在於他的技術複雜 很多人他找不到那個喬叫的話 會很難受 就是說你有再多的力量 你都領不過來 成飛退役後 成飛跳也很少在中國重現江湖 即便在國際上只有少數選手做到 因為他難度大 風險高 考驗爆發力 這次奧運賽場 拜爾斯做到近乎完美 在巴黎奧運前 拜爾斯陷入嚴重的職業低潮 上屆東進奧運 背負著奪金希望 卻因為身心問題全面退賽 一度成為重選之地 拜爾斯背負的心理煎熬 還有美國體壇最大規模的性侵陰影 2021年 拜爾斯在參議院聽證會上 淚流滿面 自截窗疤 坦言是超過200名受害者中的幸存者 勇敢站出來才能推動體制改革 保護更多的運動員 NBA球星Curry 杜蘭特等名人現身巴黎 關注拜爾斯規別人生陰霾後 以女王之姿返回最高競技場 拜爾斯激勵美國飛營運動員 也獲豐美國史上最偉大的體操選手 不但是獲得最多榮譽 更是用影響力讓各界重視運動員心理 卸下傳奇 TV新聞綜合報導 TVBS大運動家 運動迷一起競技的殿堂 馬上下載 跟中華隊一起All Win